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8月30日星期天 中共高层七大政治局常委终于集体亮相 好不容易坐到一起 这是北戴河会议之后的首次 就是在前两天8月28日 8月29日 中共高层召开了一个所谓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在这个座谈会上七常委集体露面 这个会议由总理李克强主持 由政协主席汪洋发表主题讲话 另外说总书记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其他的政治局常委都在做 包括像韩正 王沪宁 赵乐际 还有栗战书等 这是在北戴河会议前后各种权力斗争 各种传言纷纷的情况下 这七常委首次集体露面 最引人注目的是赵乐际中纪委书记 因为传言说北戴河会议之后一直没有露面 他跟习近平之间的斗争和微妙关系也引人注目 其实在北戴河会议之前也有传闻说赵乐际很久没有露面 但是就在北戴河召开前夕 他到江苏考察露面了 同样这次传闻已久没有露面 这次西藏工作会议他露面了 也就是说习近平跟赵乐际之间的斗争还在继续 呈拉锯状态 习近平虽然深恨赵乐际 恨不得拔出眼中钉 肉中刺 因为现在赵乐际掌握的中纪委 这个刀把子不在习近平的控制之下 而在反习阵营 反习势力的控制之下 尤其在各派政治老人的力挺下 所以看上去 到二十大 还有两年 在二十大 也就是2022年之前 这七大政治局常委 谁也吃不掉谁 形成了一个权力军事 这次召开所谓西藏第七次工作会议 习近平讲的重点是什么 重点先不是民生 也不是经济 放在后面先谈的是所谓政治安全 就是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党的领导的安全 实际上也讲了他个人的这些权力的安全 在讲到西藏的时候 习近平含蓄的肯定了一个人的功劳 这个人叫陈全国 这个人在十八大前后 他是主政西藏 是西藏的党委书记 那么他用铁碗的手段在所谓智障 实际上就是镇压 高压 在西藏搞军营式的统治 把藏人压得喘不过气 而在西藏推行那些文化灭绝 包括剥夺语言 剥夺藏人语言 搞汉语教学等等 也都是陈全国在那里开创的所谓事业 因为他在西藏镇压有功 之后在十九大前后就把他调到了新疆 就是2016年调到新疆去主政 当所谓新疆党委书记 还兼什么新疆建设病团的第一政委等 就是要搞这种军民融合式的镇压 然后把西藏经验带到新疆 而且他在那里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推行了集中营政策 集中营政策当然是在习近平的直接指示和受益下 而陈全国由于在西藏和新疆镇压有功 受到习近平赏识 所以在十九大还升任政治局委员 列入了所谓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 但是因为他搞集中营 现在受到世界各国的制裁 受到欧洲 美国和各种民主国家的谴责 那么他本人也成了制裁对象 灰头土脸 那么这回习近平借所谓西藏第七次工作座谈会 对陈全国予以肯定 予以背书 予以支持 虽然他没点他的名 说是智障方略 如何的成功 要长期全面的坚持下去 也就是要把对少数民族的镇压和高压政策长期的坚持下去 在这里 习近平向外界所发放的潜台词就是 虽然陈全国受到了制裁 国际制裁 但是我习近平就是他的保护伞 最大的保护伞 要制裁陈全国还不如来制裁我 制裁我习近平 实际上 这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所谓第七次工作座谈会 有一个不同寻常的背景 重大的背景 那就是中国跟印度可能爆发战争 因为中共对峙 现在还严重的对峙 在5月份 6月份发生了致命的冲突 双方人员死伤 中共先挑适 假借谈判为名突然攻击 导致印度20名士兵死亡 那中方43名士兵死亡 是印方的两倍 之后双方在谈判 但是我说过 在中共的字典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谈判 谈判都是缓兵之际 拖延战 尽管在谈判之后 中共从一些中印交界的地段撤军 比如说从西津高原 从加勒万河谷都往后撤 但是在搬家错虎这一带 中共只闯过了时空线 然后占据了一个叫做四号手指的高定 因此中共不后撤 利用谈判来拖延 浪费印度方面的时间 本来是中印边界 印度的兵力占上风 空军 陆军都占上风 但是中共就假结谈判 在后方调兵遣将 在新疆和西藏的机场都进行动员 把那里部署的战机增加到三倍 并且还调进一些兵远 但是中共感到不放心 习近平觉得不放心 那就是怕后院起火 后方失火 那就是西藏 因为西藏这里是受到共产党的高压 毛泽东在1934年在延安跟美国记者艾德加斯洛谈话 就是说我们所欠的外国唯一的债就是欠西藏 也就是说当时的红军经过过草地的时候进入过西藏 受到藏民的接待 给他们提供了一些补计 然后毛泽东就欠西藏的债 1911年中国爆发新海革命推翻地质建立共和 在1912年 当时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曾经发电给尼泊尔和西藏 说欢迎尼泊尔和西藏加入中国实现五族共和 但是都被尼泊尔和西藏政府所拒绝 那么中华民国的那个姿态和那个电文 和尼泊尔和西藏的拒绝 就可以证明当时的西藏跟尼泊尔一样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而毛泽东在延安跟美国记者艾德加斯洛的谈话 非常自然地把西藏称为外国 可见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和他的认知中 他都知道西藏当时是一个独立国家 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当然关于西藏跟中国历史错综复杂的关系 不是善言良语能讲清楚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我的专注 叫做《关于中国的100个常识》 那么这个常识在另一个频道有连载 另一个有网频道叫做陈破空公众频道 《新闻与历史》 欢迎大家前往订阅和观看 也就是说 如果中印发生战争 如果印度能够取胜 有可能能够解放西藏或者解放西藏的一部分 而西藏人民如果会得到他们的最高 中间领袖达赖喇嘛的回归并且主政的话 那西藏的民心所向就对中共极为不利 那整个西藏或者是相当部分的西藏 就可能跟中共分庭抗礼 这是中共最害怕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未必会出现 这个后果也未必会发生 但是中共显然担心后方不稳 后院起火 因此在召开了这一次所谓西藏工作座谈会 而且煞有劫势 整个中共高层都出席 七大政治局常委都出席 以示这个会议的重要性 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持续了两天 新闻联播或者中共的媒体报道了部分内容 但是这两天闭门会议究竟还谈了哪些内容 极有可能涉及到中印边界的对峙 或者中印边界可能爆发的战争 这些都不在报道之内 但这些才可能是这次会议的重点 就在习近平和中共高层召开 所谓西藏工作座谈会的时候 内蒙古出事了 内蒙古由民众上街抗议 到政府门口或者到学校 起因是中共妄图在那里推行汉语教学 而扼杀蒙古语 因为蒙古语在蒙古人认为是他们最后的语言特征 民族特征 文化特征 那消灭蒙古语相当于文化灭绝 实际上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种族灭绝 中共在新学期9月1号开学前是以口头传达方式 说从新学期开始 在蒙古所谓的中小学 内蒙古所谓的中小学 要以汉语为主进行教学 而只有蒙古语内文课本身用蒙语来教学 这就激起了内蒙古人民的不满和反抗 因为对蒙古族 蒙古人民来说 他们在家里是用讲蒙语 在学校 中小学也主要是蒙语教学 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学汉语 他们大多数人都懂汉语 大多数人都能用流利的汉语跟汉人交流 但是现在突然反过来 要把主要的课程都改成汉语教学 而蒙语却降为相当于外语一样的单独一面课程来教蒙语 相当于第二语言 或者就是外语 这跟中共已经在新疆和西藏所做的入出一辙 中共的这个举动就挑起了内蒙古人民的不满 现在他们到政府去抗议 到学校去抗议 还有在微信群交流意见 或者在网络上表达抗议 还有些地方蒙古语学校当局还试图把那些孩子扣在里面 但是跟家长发生了冲突 家长跟警察发生冲突 最后家长是冲破封锁 把自己的孩子接回了家 现在在内蒙古各地本来已经是开学 开校的时间 但是据说很多地方的学校和教室都空空荡荡 因为学生罢课 教师罢课 有些教师说校长要找他们约谈 校长都代表当局代表共产党 要找他们约谈 一对一谈话 了解他们的想法 但是教师说谈话可以 但是不要上当 不要一对一 要大家一起谈 就是要团结起来对抗中共 在内蒙古不仅有学生和家长在抗议 甚至很多的官员 干部 党员都在抗议蒙古族的 因为他们也不忍心看到自己的文化特征 语言 最后的文化特征 就是蒙古语被剥夺 所以他们也加入抗争 所以这在内蒙古形成了各阶层空前团结的局面 中共方面开始各种形式的镇压 把一些人找去谈话 在微信群发表相关的谈论或者言论 把群组 把微信群表达意见的人找到派出所谈话 或者说上门去谈话 甚至来笔录 像询问犯人一样 把民众当犯人对待 还有中共更强硬的就是把一些带头抗议示威的家长或者是老师抓走 扣抗亚在派出所 或者是带走 关抗在不明地方 甚至有些党员官员干部也被带走 现在下落不明 国内外的中国人 国内外的中国人都很清楚 在现在的中国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区 相对说来 相对于新疆和西藏 内蒙古是相当安静 相当平和安宁 也就是中共所说的稳定 而且内蒙古这个地方也是高度汉化的地方 大量的汉族人早就移民或者是扎根在内蒙古 以至于在内蒙古汉人的人口都远远超出了蒙古人的人口 然后双方也相处融洽 给人的感觉 内蒙古已经是中国内地的一个省份 差不多 但是中共游闲不足 现在寻行知识惹是生非 居然要挑起相对安宁 相对平静的内蒙古事态 从这一点大家可以看出 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出事 因果关系一定要理顺 绝对不是当地的民众启示在先 而是中共启示在先 在新疆如此 在西藏如此 在内蒙古也如此 所以大家要记住 如果有一天内蒙古这个冲突愈演愈烈 到不可收拾的程度 一定要记住起因在哪里 2020年中共要扼杀蒙古语 文化灭绝 种族灭绝 在中共炮制的罪名里面有一个寻行知识罪 现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寻行知识罪最大的犯罪集团就是中南海 中南海那伙人天天都在搞寻行知识惹是生非 尤其对少数民族地区 天下本屋是庸人自扰之 少数民族地区的事情是中共惹出来的 其他汉人地区的事情也是中共惹出来的 按毛泽东的说法 就是法西斯的生命就在于进攻 进攻一停止 法西斯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所以法西斯政权一般都要进攻 进攻 再进攻 永不停止 就跟中共在全国各地搞政治运动一样 像少数民族的进攻 是共产党政权历来的做法 尤其是习近平王沪宁极左政权更是升级了这种进攻 在新疆 在西藏 在内蒙古 现在把寻行知识惹是生非的触角伸向了内蒙古 中共以为他的这种做法是大一统 实际上这恰恰是分裂的开始 人心的分裂大于领土的分裂 或者人心的分裂先于领土的分裂 所以中共实际上他所谓的民族政策就是制造民族分裂 任何一种语言 无论是民族语言还是地方方言 都是一种文化瑰宝 都是数千年传承下来的文化瑰宝 集奠起来的 我说有他独特的语法 严格的语法 严谨的语法 甚至于想要表达一些事情 当地的人只能用他们的方言才能表达清楚 尽管一个国家可能有某种统一的官方语言 比如说普通话 或者是汉语 或者叫中文 但是各地的方言他能表达出他自己当地特有的东西 比如说幽默这件事情 广东人要讲幽默 用他们自己的话能够表达出来 他换一种语言不一定表达出那种幽默 上海人 四川人 湖南人 或者是全国各地的人都是这样 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能恰好地表达出那种幽默 恰到好处的 经典的 触及到点子上的那种幽默 由于每一种语言都是文化传承 文化瑰宝 是文化特征 民族特征 所以在文明国家 民主国家都非常注意保护这一点 像美国 欧洲这些移民国家 移民的种类多达数百种 甚至是上千种 特别是美国 但是每一种民族近来都可以保持它的语言传承 文化传承 而且美国这个社会还鼓励这么做 在美国的各地有各种各样的语言学校 中文的 什么越南文的 或者是日文的 各种各样的语言学校都存在 而在中国城或者是日本城这样的地方 你都可以看到他自己的语言打的招牌 像在纽约有四大中国城 各个中国城都是挂了中文招牌 所以美国不仅没有任何人去干涉 还觉得这是一种文化的体现 予以尊重 当然移民来到美国之后 他们的子女诞生之后去学校 通常选择公立学校 公立学校是用英文为主教学 但是他们也可以选择私立学校 选择他们那种语种的私立学校 像有中文学校 有双文学校这一类 这都是他们的意愿 甚至还有人不送孩子去学校 选择在家里进行教学 这也是你的权利 你的意愿 美国没有任何人去干涉他们 这是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和拥有 美国社会不仅丰富多彩 而且勃勃生机 充满了活力 也充满了创造力 创新力 这是美国这个国家 这个社会强大和始终领先世界的原因之一 下笔之下 归缩在中南海的那些所谓中共领导人 由于他们眼见狭隘 心胸狭隘 自私之力 心中只有他们手上的权利和既得利益 他们不仅不能理解像美国这样的多元文化 也无法容忍容纳多元文化 所以他们不仅在扼杀中国大地上汉人的活力和创造力 他们也在扼杀各少数民族的创造力和活力 他们一直在阻碍中国的发展和进步 前些天 中共向南海发射导弹 中共方面报道是两枚 美国军方只称是四枚 这个引起了外界的纷纷议论 觉得四出蹊跷 现在有陆续的后续新闻传出来 说中共发射导弹 中共媒体报道说有一个东风26型导弹从青海发出 一个东风26型导弹从浙江发出 所击中的海域是在位于海南岛和西沙群岛之间 但是另外两枚导弹只字不提 现在广西的民众传出了一些图片 显示了实际上中共另外两枚导弹发射失败 不仅没有到达预定的海域 而且在广西境内坠落 而且发生爆炸 现在有内地的民众提供的图片 显示在广西的一些丛林中发现了这些导弹的残骸 反而美国是全天候的情报监控 包括卫星情报监控 所以中共隐瞒另外两枚导弹就证实它的导弹发射失败 这个失败就跟北朝鲜一样 北朝鲜有时候发射导弹想去恐吓邻国 但是有时候发射失败就在导弹发射的现场就失败爆炸 甚至把导弹的发射架都炸毁 中共今年上半年实际上在发射火箭或者运载卫星的时候 连续有5次失败 在西昌 当时来说是因为缺少美国进口的零部件或者芯片 导致中共出现了更多的火箭发射或者卫星发射的失败 所以这一回中共发射导弹失败 那就完全不奇怪 不过发4枚导弹就有2枚导弹失败 失败率高达50% 这可以说是一个惊人的丑闻 尤其是宣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第二大军事体 军费开支有可能距离世界第二位 甚至有可能距离世界第一位的中共 居然发射导弹50%的失败率 现在还不知道广西境内有没有造成中国民众的死伤 即便有 那中共肯定是予以掩盖和遮掩 那么大家就可以想想实战的场景 实战一开始 中共号称航母杀手 要向美国的航母发导弹 那么50%的失败率 恐怕有一些导弹能够发到美国的航母 但是有些导弹恐怕是不仅打不中美国的目标 反而打中了中共自己的航母 打不中美国的军舰 反而打中了中共自己的军舰 这叫杀敌500 智商500 则华天下之大忌 不仅是丑闻 而且就是一个空前的笑话 21世纪最大的笑话 昨天我说到中共抄北朝鲜的作业 习近平抄金正恩的作业 金正恩和北朝鲜关于用发射导弹来威胁邻国和叫板美国 现在中共学到这一招 习近平学到这一招 也用发导弹来叫板邻国和威胁美国 但是金正恩发导弹有惊人的失败率 现在习近平发导弹也有惊人的失败率 这大概也是抄作业的后果吧 由此可见 中共敢不敢跟美国争打共军 敢不敢跟美军碰命 导弹发射50%的失败率 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最好的答案 在中国有两个知名的反美人物 鹰派人物 也是毛左派及左派人物 最近发表跟他们平时相反的言论 引起网民的诧异和议论纷纷 一个是大家熟知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 最近他在《环球时报》发表了一个社论 还有在微博上也发表了相应的文章 他说到美国 他说在历史上 美国相对而言是对中国做坏事最少的国家 他不好直接说做好事最多的国家 他说相对坏事最少的国家 这是他的语言包装 他说到美国三件事 一个就是跟着赔款 美国带头退还跟着赔款 而在中国办教育 在美国的带动下 其他列强 包括英法各国也都这样做 退还赔款 第二 美国所做的事在抗日战争中援助中国 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第三件事 他说美国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 是对中国开放的最大国家 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显著的影响 或者是起了明显的作用等等 这三件事情 我想由于中共的网络封锁和洗脑 很多普通人还并不清楚 但是胡锡进这样的人心中有数 他把他说了出来 他指的第一件事 跟着赔款 就是大清末年 当时的义和团起来说是扶清列阳 去攻打外国的使领馆 杀害外国传教士 杀害中国教民 满清也利用他 以为利用义和团来反列强 结果实得其反 招来了八国联军来报复 八国联军不仅打败了清军 也打败了义和团 在签订战后 合约的过程中 清军不得不去剿灭义和团 而且慈禧太后还处死了一百多个大臣 主战败大臣 后来签订了一个条约根子赔款 是中国的人口 一人贪一份 但是美国觉得根子赔款是取之于中国人民 应该用之于中国人民 所以带头退还根子赔款 用于在中国办教育 因为美国认为是中国之所以那么愚昧 是统治者的错 是中国人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和开化 因此美国愿意办教育来开化中国人民 所以这就是清华大学 还有燕京大学 一些大学的由来 后来英国 法国也受到这样的触动和感动 在美国的带动下也纷纷退还根子赔款 来在中国办教育 实际上当时西方列强也很清楚 如果不拿那个赔款 也就是被清政府糟蹋 贪污 腐败 滥用了 但是清政府赔了那样的赔款是来自于中国人民 所以又还租于中国人民 实际上是相当于把清政府收割的中国人民血汗钱 重新以另一种形式还到中国人民头上 这就是当时美英法等国所起到的作用 胡锡进提到第二件事情 当然提的比较轻描淡写 事实上讲的对抗日战争的帮助就是美国击败了日本 把中国从第三次亡国中拯救出来 拯救了中华民族的亡国厄运 第三件事说改革开放 美国是最大的开放 最大的开放国对中国实际上说得还少了一点 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 首先是香港是火车头 台湾起到了重大的投资作用 在西方就是美国 美国在各方面对中国帮助最大 不仅是大量的投资 大量的企业 而且开放美国的市场 让中国商品进来 更重要的是把中国带入世界贸易组织 赢得了一个全球化的跑道 但中共破坏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专空档来损害美国和其他国家耳利 那又是另外一个话题 胡锡进提到了美国对中国做的三件大好事 但是他为了掩饰自己又画风一转 说中国人不接受美国对中国和平发展的阻挡 这也是他的标题 他的文章标题叫《中国人不恨也不反美 但不接受美国对中国和平发展的阻挡》 实际上胡锡进等人心里很清楚 美国不会阻挡中国的和平发展 恰恰相反 美国要阻挡的是中国的非和平发展 暴力发展 军事发展 就是对内镇压 对外威胁的现在这种发展模式 一党专政 大权独揽 然后是内部镇压中国人民 还迫害少数民主 还砸毁香港 撕毁一国两制 而对外在南海 台海 对周边国家 对台湾进行武力威胁 甚至扬言要武功 所以这样的情况 美国不会接受 如果中国真正是和平发展 美国欢迎 而且是提供大量的帮助 要是有人不信 比如说小粉红 自干武 毛党 要是不信 可以跟胡锡进去打个赌 如果中国变成了一个民主国家 看看美国怎么对待中国 是帮助中国和平崛起 还是继续阻止中国的和平崛起 看看战后的日本 战后的德国 还有今天的印度 他们的发展 有谁受到了美国的阻挡 所以胡锡进说这个话只不过是语言包装 语言掩护 他真正的意思是要讲美国在西方国家中 是对中国帮助最大的国家 做好事最多的国家 实际上他在暗示中共有些领导人在恩将仇报 在搞龙夫与蛇 东国先生与狼这种故事的演绎 而另一个毛左派人物 鹰派人物也是反美人物 他的语言就更令人意外 这个人叫司马兰 曾经在网络上被网民传 说他有一句名言 叫反美是工作 去美国是生活 他突然在前两天 8月28日在他的微博上发了几句话 改革开放本来就是要学好的东西 本来就是要兵器坏的东西 什么意思 大家可以做不同的解读 至少从字面上来讲 他是要学习美国 而且说改革开放本来就要学好的东西 那就是说美国的东西是好的东西 那兵器坏的东西 那就是中共过去所坚持的东西 所以司马兰反美人物 毛左派居然说了这样的话 很难说 他说的是反话 究竟他本身是什么意图 大家可以去打听 但是这两人 一个胡锦 一个司马兰这样表态 我个人判断实际上他们内心对习近平不满 认为习近平太左 极左路线 尤其是扎乱了中美关系 所以他们不满 尽管他们也左 他们也毛左 他们也鹰派 他们也反美 但是没想到现在中共的统治者 习近平 王沪宁比他们还左 还要毛左 还要斜师底里的极端的反美 因此连他们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从胡锡进和司马兰的言行 基本上可以这样判断 这两人在思想上反息 只差没有喊出打倒习近平这句口号了 就像叛逃出来的原中共党校教授蔡霞所说 现在中共体制内 党内百分之六七十的人都希望换人 说换人是党内最大共识 就是换下习近平 不排除胡锡进 司马兰这样的人心下也是这样的人物 希望换人 就像当年打倒四人帮一样 他们也希望打倒新四人帮 就包括像习近平栗战书 王沪宁或者黄昆明这样的角色 如果这些新四人帮能打倒的话 我想尽管看上去是中共铁杆的胡锡进 司马兰这些人 恐怕会带头上千 欢呼庆祝 什么搏乱反正正本清源 兴高采烈 习大普奔 极可能是这样的角色 所以在这里并不是说像胡锡进 司马兰这样的人突然产生了什么民主与宪政的思想 因为他们实际上本身就是丰派人物 就像中国网民所描述的那样 说胡锡进是叼盘侠 叫胡叼盘 他在判断方向 是从左边来还是从右边来判断这个风向怎样去叼盘 那么对司马兰 中国网民有一首打游诗也是形象的在写照他 这首打游诗是这么说的 东风吹来毛泽西 西风吹来毛泽东 南边开枪 石马北 北边开枪 石马兰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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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